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影片将在继续探讨一些科展不同的面向 相信很多同学接触到科学的第一步 就是来进行科学展览 也就是科展专题的制作 在操作实验的过程中 同学们会进行很多次的实验 那这些实验的结果数据等等 都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发现 所以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都必须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 也就是所谓的实验记录 但是我们发现到在科展的领域里面 我们包含了数学生物 甚至是数理化学等等不同的学科领域 那在这些学科领域中 操作实验的方式所记录下来的数据 甚至是我们耳后必须呈现出来的一些研究成果 也不尽相同 那相信不管是在实验记录 或者是一些图表的呈现 在各个学科中也有他们的一些要点 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就邀请了一些各个学科的老师们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进行一些实验记录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首先我们先邀请到常年担任科展总招的李文献老师 欢迎老师 山耀好 各位科展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邀请到文献老师 首先想要问一下文献老师 什么是实验记录 实验记录其实就是说把你当时做实验的一些所有的参数 详实的记录下来 比如说你要包括你用哪一个仪器 你实验装置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用光谱仪做这个实验 吸收光谱仪 你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每一个仪器有它特定的一个参数的范围 你要把它的功能记录下来 那做完实验以后 你要知道说你的参数范围 比如说你这一个实验是改变温度 那温度范围是从哪一个温度到哪一个温度 然后每多少温度改变一次实验 都要去详实的记录下来 那做完实验以后 你还要把你的数据立即把它拿出来 画个图 画个简图 然后你要去看看说这数据告诉我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从这数据里面得到一些数据解读出来的 科学知识在里面 那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初步的推论 所以这一些你都要详实的写在下面 那记录在你的本子里面 那以后你已开可以再看 所以我们在实验记录的内容 其实非常的丰富 包含说我们当天进行实验的时候的一些环境参数 以及我们这些实验里面需要去调控的一些条件 那最重要还有我们的数据 甚至是我们根据这些数据 所推论出来的一些小结论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续实验的一个走向 那为什么要做实验记录呢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很多同学他们在投入这个科展专题中 是从事了大约一年两年 甚至是更久以上的时间 来进行这个科学专题的一个制作 那每天如果我们都要写那么多详细的资料下来 那实验记录的内容量其实还蛮惊人的 为什么我们要那么仔细的来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实验记录不反映的就是你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它的心路过程到底是什么 你的思维是怎么变的 你的实验的改变是怎么做的 所以每次做一个科学研究的话 你做的实验不是只有一次 你可能要做很多很多次 甚至有四五十次也都可能是要做的 那你是不是每次可以马上就理解这个实验 给你提供的科学信息是什么 也不一定 你是不是每一次解读 你解读方向都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 所以你应该把这些想法全部记录下来 那时间久了 你也难闷做这么多实验 你也难闷会有一些忘了 没有办法前面掌握 所以实验记录下来 就要让你可以虔诚的掌握到 这个实验的流程 实验的过程 让你可以以后再来做一个统整 然后对你这个实验 这个科学议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转术 所以这个实验记录的过程中 所记录下来的这些小细节 有些也可能是我们之后朝向不同的研究 或者是发现不同的一些成果的重要关键 那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些实验记录的推广 除了告诉同学这些实验记录 它的重要性之外 也会跟同学们宣导一些 不管是在格式或者是内容的一些要点 那首先我们会跟同学强调说 实验记录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 胶装的一个笔记本 重点就是在于说它不能抽换 并且最重要的是日期都要强识的写上去 那请问老师 这些要点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的重点在于日期 因为这是告诉你说 你整个科学思维的过程到底是什么 那是不是要一定有同意的格式 也不一定 那同意的格式最重要是 你有逻辑式的转术以后你可以再回来看 那比如几个例子呢 你今天做完这个实验你画了一个图 其实你不一定马上就可以得到正确或是深入的解读 那我可能明天以后 三天以后我想到了一个什么想法 我再回过头来 那你就要把这个日期详实记录下来 所以日期是非常重要 代表你这个科学实验的流程 这个所以详实的记录 才是记载思路的一些发展的流程 也便于说你以后再拿出来思考再来看 原来如此 所以实验记录它不是只是把当下的一些条件参数等等记录下来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的一个过程 这个也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们会跟同学说 有些同学他们会觉得 我这些都图图改改 想了好几遍又化掉了一些 实在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不好的也呈现得指导老师或者是评审们看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把它整理的简洁干净一些 再给老师们看呢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的 你没有必要拿个预可来 把你两千点的想法涂掉 没有 两天的想法搞不好也是好的想法 两天的想法搞不好再过一周以后 你又回到这个想法 所以你做个记号 你可以画一个杠把它杠掉 可以你可以打个问号是可以的 你写错字可以把它划掉 可以重写是可以的 所以没有必要重新整理 整整齐齐给这个所谓的评审看 是没有必要的 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把大家最完整 最原始的一些记录呈现出来 也这样子就是最详细的一个过程记录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到各个学科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在不同的学科里面 它的实验记录又有哪些呈现的要点 以下我们就会就各个学科开始来介绍一些 他们在进行实验记录的一些重点 首先我们会进行像是物理化学 还有数学这些基础科学上 当我们进行一些实验 或者是去进行一些数据讨论 以及记录的时候 有哪些的重点 那在化学科我们邀请到的是校华老师来为我们做说明 校华老师我们知道化学在它的实验过程中 我们会进行很多很多的步骤 那在化学的实验目标里面 我们可能是去合成出某些化合物 或者去做一些不同的化学药品上面的一些比较 或者是观察等等 那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些实验过程中 我们在实验记录上面的要点可能会包含什么 我在化学实验中最重要的记录要点是你要比较详实而详尽的记载 那中间包含很多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今天化学用的试剂 我们会希望你能够详实的记载 你今天用的试剂的量 跟它的一个比例 那第二个部分是你的实验步骤 你的实验步骤的部分 你要详实的记下来 那这个部分你会说会问说 那如果这个实验步骤重复了 怎么办 你可以去说我就是同上或是同前 或是你把一个比较常用的实验步骤 写在记录步骤中的某一个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 你整个步骤要很清楚的告诉人家 你是用什么样的实验步骤去进行的 而且这个步骤应该是 随着你实验的一直不停的进行 如果你有修改的话 你也要调整 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是 如果你有调整的时候 你删除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用立可白或什么 你应该是要用画的方式 就是用手把它画掉 让能够所有的整个实验 最重要就是你要所有实验的轨迹 所有实验的痕迹你要留下来 这样可以确保 你所有实验数据的公正性跟完整性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 就是你必须要去记录下来 实验中一些其他的发现 比如说颜色的变化 比如说有没有产生沉淀 比如说你有没有沉溪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比例 你得到怎样的分析效果 这样的实验结果中 有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这些意想不到发现 其实反而是科学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 所以在进行化学实验的过程中 不是说我今天主要想要观察它的产出物是多少 我就专注在这一块上面就好了 而是包含说它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在实验记录本上面 对啊 所以我们常说做化学实验是要用五官去感 你要去看它 有时候你要去闻它 当然我们不会建议你去尝它 但是你要用各式各样的感官 去了解到你今天的实验的结果 因为在实验结果中 我们知道化学反应中有很多时候会有颜色的变化 会有产生沉淀物 有的时候结果不如你想样的时候 你还要去分析 藉由这些物理现象的改变 或者是一些观察到反应结果 反应中的一个混合物的状况 我们可以去猜测 我们大概进行了什么样的反应 这时候我们下车说要怎么进步 要怎么样的去改善它 我们才有一个依据 嗯 了解了 所以大家在进行化学实验的时候 不妨把老师今天提醒到的一些要点 都记录到我们的实验记录里面去 谢谢老师 谢谢 那我们物理科的实验记录 一样邀请到了李文献老师 来为我们做一些讲解 那想要问一下文献老师 在进行物理实验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参数 或者是很多的变相 去调控不一样的实验条件 那甚至是每一个实验 它依据不同的实验目的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实验设计 以及实验的操作流程 那这些都是我们实验记录里面的重点 应该要如何把它写到实验记录里面来呢 是 这当然就是每一次物理实验 一个主题里面 你一定会用到不同的仪器 你一定会做不同实验参数的改变 所以你在实验进行以前 第一个你要记录是 你的日期到底是哪个时候 你的地点 比如说我是在北云里做的 我是在台南移东做的 我在科教馆做的 当周遭的环境不一样的 我都要记录下来 假设有一些实验 可能跟你的杂音 跟你的温度是有关的 所以你周遭环境的记录里面 你是要记录下来 再来你就要记录实验仪器的功能 它的解析度到底到什么程度 解析度就是说你以后 在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用得到 样品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是一个粉末的样品 比如说是一个固体的样品 样品的大小 你都应该拍照记录下来 拍照前面记得放一个词 你就可以有知道 它的scale到底有多少 样品在仪器上的位置 你到底是怎么放的 这个都要记录下来 这些你可能是要拍个照 拍个照以后 你可能就要把它印出来 粘贴在你的这个实验记录簿上 那每一次实验应该只做一个参数 所以你要实验以前 就要去设计说 要实验的范围到底是多少 那你还要写一句 为什么我现在这一次实验 是这么的选择的 还有一个你也值得记录 就是你的实验的时间到底多长 你这个实验可能花一天吗 还是30秒就做完 你要把它记录下来 每次实验印作以后 你要第一的立刻把数据输出 那输出以后 你立刻画一个简易的图 把这个要连接到你的实验记录簿上 再来就是你按照这个图看了以后 数据看了以后 你要有一个建议决定说 我下一次实验应该做什么的 也许我要改变我的范围 也许我要改变温度 所以这些都是你要想想实实的记录在你的实验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实验记录上面 就是写说一些今天我们环境的条件 还有我们一些所使用到的实验设备 包含说它的规格 还有它的一些功能等等的描写 那再来的话 就是如果今天想要专注在温度这个主题上的话 也要特别写说 我今天为什么是以温度这个主题 那甚至是说我的温度它的区间是多少 这些细节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也是回应到说老师最后统整说 我今天使用温度这个主题 做出来的小结论大概是什么 那后续如果想要再往这个主题 或者是往压力 或者其他参数去做发展的时候 大家可以比较好去整理这整体的脉络 我还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实验做完以后 才来画图才来看数据的 而是每一个实验做完以后 你要把图输出简历的图就可以了 你要有想法 用这个实验来引导你 下次应该怎么做实验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实验记录 不只是单纯一个记录以外 它也是为了我们下一个实验 要去发想的一个起点 是 我们接下来是要介绍数学科 它的实验记录 我们今天邀请到游森鹏老师 来为我们说明 森鹏老师 我发现数学科跟其他的学科 好像不大一样 我们通常其他学科 他们就是会进行到 去实验室里面做一些 不管是药品 或者是各种实验仪器的操作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进行一个数学实验 我应该如何开始呢 我想数学跟其他学科的不同 在于其他学科基本上是实验科学 那数学有一部分是理论科学 所以在数学的科展里面 理论的推导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数学科包括你实验的设计 研究的主题 包括你的一些呈现的方式 会跟其他学科比较不一样一点 这是的确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进行数学的科展专题里面 看到很多同学 他们可能会去针对某些数学问题 去做解决 那或者是说 我今天想要推导一些过程 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公式 那这些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实验记录吗 或是当数学科他在进行这些研究的过程中 在他的实验记录里面应该要写一些什么呢 我必须说数学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研究的过程 他常常很多时候 你的灵感是突然出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数学研究 他的计算都是在纸上面 那些东西都是散的 包括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 有时候灵感来了 拿一张纸就开始算算算算算算 那说实在你也不知道算多久 你也不知道算几张纸 对 这样也许算完就一叠纸 好 那就是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同学的作品里面 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给大家看一个范例 这个是我们台下国际科展的同学的一个计算 你可以看到这个计算非常的混乱 那他在算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埋头算 那也不知道算你几张 那所以这就牵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算了一大堆之后 那这些东西我要怎么整理它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原来的road data 跟其他的实验科学比起来 就是你原来的road data 所以这些东西要留着 但是不只是留这些road data以外 因为你算完之后 你必须要做整理 好 就是说你算算 也许中间算算了很多错误的 但是最后有一两个式子是你要的 当然你最后要减了你要的式子 那就把它整理下来 我自己的习惯 你会有一叠你一件算的纸 那里面有些很多是没有用的 但是里面算出来之后 有些东西是我要的 我会另外把它整理成比较干净的样子 但是两份东西我都会留下来 而且两份东西我都会扫描 然后做记录 那我给同学一个很好的建议 应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Gmail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备份的工具 那像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每次整理完之后 我把它扫描 我就把它上传到我自己的账号里面 而且因为它同一个主题可以在同一个新建里面 好所以你在查找的时候非常方便 你就知道说你做这个主题 你整个研究的脉络 你的思路是怎么样子 而且基本上电脑就是帮你把它归类了 所以你也不会乱掉 这是我给大家对于数学资料或是说实验怎么整理的一个建议 数学的过程中的确看到我们可能就会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主题 就是不断去做一些运算以及推论 那这样累积那么大的资讯量以后呢 其实要把它去整理以及归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电脑很发达嘛 那现在其实很多很多的数学研究 其实也都借助着电脑的程式 比如说做实验这也是有的 那通常你实验出来的资料 实验出来的档案其实都是电子档 一样的我们会面对问题 这个电子档我怎么样去保存它 或是怎么样去呈现它 那我的建议一样是跟刚刚一样 就是每一次的电子档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存档下来 然后数学通常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做整理 好比如说你开始写报告 一面写你就会发现说 我什么东西不足 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所以你每次写报告 你就有很多版本 那我给同学建议是说 你存档的时候不要把旧的版本 盖掉原来版本 你应该另存一个版本 这样子一路看下来 你的研究的脉络跟心路历程会非常非常清楚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对所以在电脑工具使用上 其实对于我们的研究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把我们的脉络得厘清 或者是把我们中间的一些心路变化 得完整的记录下来 那老师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数学它在过程中 可能就一边有数据 然后就一边可以开始写我们的作品说明书了 那在写数学科的作品说明书的时候 应该也跟其他学科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其他学科可能会介绍说 我今天使用的实验材料 实验装置有哪些 那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会影响到结果一些很重要的关键 那在数学领域里面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撰写这一个作品说明书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有很多的师生也常常问这个问题 因为科教馆提供的范例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给所有学科的范例 那里面会有一些实验器材 实验步骤等等等等 我们在评数学科展就常常看到学生写实验器材 就四个人脑 四个人脑 一堆纸跟饼 那科教馆提供范例是一个大纲 那数学的话 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个学科的特性 你很详实的很诚实的写下来 我们要做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它的发想来自于哪里 我们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中间关键的步骤在什么地方 好我想这个是数学的科展呈现里面 重要的部分 所以并不是局限于格式一定要怎么样 而是重点是把你的一些想法 你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得呈现出来 谢谢老师的说明 在科展的研究里面很多主题也是跟生物 甚至是行为与社会科学相关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恩诚老师以及方家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些学科领域中 他们在实验记录上面的一些要点 我首先想要请问一下老师 在我们学国中生物的时候 以后一开始他就有教我们科学研究方法 那包含说我们在实验设计里面要有所谓的实验组以及对照组 这些设计的过程也是我们应该要记录到实验记录本里面来的一个重点吗 在我们这个实验记录本里面 我们当然是希望要能够越详尽整个这个研究的过程 那如果说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 还有你要研究的方向 在实验记录上面做一些陈述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那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的实验设计 刚才提到了 有实验组 还有这个所谓的对照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实验设计你的记录 还有你在这个实验的过程里面 如果可以把这一些你的设计的理念 或者是你为什么设计 或者是你的这个材料怎么取得 然后放到你的实验组跟你的对照组上面 做详细的记录的话 这是会对于后续你自己在做研究 或者是评审老师在检查你的这个实验过程的这个实验记录上面 都会很有帮助的 所以希望各位从事这方面 科展的同学们都可以在实验记录本上面 做有很详细的记录 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行为科学的这一方面的研究 主要就是在实验的设计上面 要非常的完整 除了其实跟生物相关的领域的研究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除了有所谓的控制组跟实验组对照之外 那在控制组方面的一些的设计也要非常的留意 比方说你给要的时候你的这些的控制组是不是有给所谓的 那你有一些的比方说一些操作 那这些操作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实验的结果 有一个是操作本身 一个是你给的这个操作后 或者是给要之后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部分要把它分清楚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叫做Srim Control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在实验设计上要特别留意 那在组别的分析上面 也要特别的能够分清楚 你总共有几个不同的组别 那这些组别到底是同一组的人 做对照组跟实验组同时 还是说是不同组别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对照比较 可能在实验设计上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会涉及到说我们后续实验进行或者是这些数据记录的一个连贯以及重要性 那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要特别问一下老师们 我们看了很多同学的科展作品里面 其实他们会先对生物去进行一些观察以及记录 像有同学他们可能就是从周边的蚂蚁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生物 观察他们一些行为表现 或者观察他们可能在不同的一些环境条件里下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同学很仔细的去记录说 包含他的一个饲养过程 或者是这些描绘出这些生物的结构 那想要问一下老师 如果是在做这些生物观察方面的话 他们在实验记录里面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呢 我想对这些实验的对象上面 我们说这些材料的取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记录的 比如说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些蚂蚁 假设你现在是观察这个蚂蚁 或者是你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植物 或者是这些微生物 这些都要在这个实验记录本上面 做很详细的这个记录 而且你怎么样在实验室里面养这些生物 那他所存在的这个场所的物理环境 比如说温湿度 如果说你抓了这个蚂蚁进来 原来是在野外 那你现在放在实验室里面为了要做研究 把它养在实验室 那养在实验室是放在什么样的温度 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做研究的这个结果 所以在实验的材料上面 我是比较会强调说 在实验记录本上面 一定要把这些实验对象的取得 以及他们如何在你的这个实验过程里面 被你所养的这个过程 做比较详细的这个记录 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行为科学方面 事实上实验环境非常重要 因为在不同的实验环境里面 或者是天然的环境里面 你所做出来的结果 就像恩宸老师讲的 结果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这部分在实验的设计上面 或者是实验记录本的记录上面 就要非常的详细 比方说你的 整个的日一夜的节律的周期的部分 怎么样来控制 就像刚刚讲的温室度的问题 那这部分都要做详细的记录 那我们在生物的实验记录上面 还会常常看到一种 同学可能是做更为观的 也就是所谓到分子生物的阶段 那常会看到有同学 就是去跑电勇或跑JEL 他们就会有一些各种的影像图档之类的 然后会把它们贴在实验记录上面来做整理 那想要问一下老师 如果是做这些比较分子生物层次的生物实验的话 那他在实验记录本上面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要点呢 因为现在照相设备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很希望看到同学把这些JEL跑出来的影像拍下来 然后你可以放在这个实验的记录本上面 或者是有一些同学会拍出他们行为的轨迹 或是生长过程的照片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实验记录本 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你也可以做前后比较到最后你的整理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帮忙 可是在评审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里面 事实上是非常详实的在记录这些过程 所以我们很希望是包括不管是JEL 或者是他拍到的这些影像 你可以在每一次每一天的观察 然后每一天的实验记录上面 截取这些你觉得重要的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让我们在评审上面可以有更好的参考 那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我想这部分JEL的部分 就像刚刚恩臣老师讲的 现在的不管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的剪辑技术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在实验记录本上面 是原始的呈现 那所谓的原始呈现 就是你原本的JEL跑出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实验记录本里面 因为实验记录本记录的是 你整个实验的流程跟过程 跟你的结果 所以这部分希望就是真实的呈现 那在这个JEL的表现上面 大概有几个必须要注意的 比方说你必须要一个所谓的 Internal Control 那这Internal Control一定要有 那另外就是说 你有一些必要的Marker 那这些Marker的数目 一定要表现在第一个 在旁边的这个Land上面 所以这基本的一些的要求 我希望就是说在实验记录本 能够详实的记录 那这样子的话 在评审老师也可以知道说 你的实验的准确度 跟你的实验的整个的流程的情况 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再补充刚才方家老师所提到的 就是原始的那些JEL的影像 就是没有经过裁剪 就是直接的 不要经过任何加工的这些 原始的这个影像跟数据 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那这个在同学在呈现 这一些实验记录本的时候 评审老师也可以从中 然后给予指导 对因为这些图像影像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结果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有同学他就是 把一些实验的影像给呈现出来 那其实有透过这些影像的记录 更可以去把它的一些成果 做一个更明显的表现 那包含说搭配上老师刚刚所讲的 可能一些数值数据上面的 甚至是一些不同条件 把它也一并记录下去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后续 同学后续要再延伸这个研究 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以这一篇的当举例来讲 以这个实验记录来看 这一组的同学 他们想要观察 把这个扁虫上面的一些消化系统 然后他们很清楚的去呈现它 那他们呈现的方式又要去做一些量化的表现 所以他在染完色之后 他们把这个影像给拍下来 当做他们的实验记录 不过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染这个颜色之后 他们还要再去做一些计算 所以他们用Image Z再去做这个计算 他甚至把这个Image Z怎么样去呈现这个颜色 把这个染色的地方给强调 那这个方法他也把它记录得非常详实 那他甚至他就把他的这个荧幕给印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做的记录 其实很清楚的他每个步骤怎么样去做 那做完了以后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影像 他就把它放在上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里面 就很容易看出来说 他的这些数据怎么样精确的去计算 所以包含说他所使用到的一些工具的那些参数 调整也都必须要记录下来 对尤其是使用软体的时候 有些软体他如果用错了 参数弄错了 那可能出来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去检查这个部分的时候 看到他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把这个对比给弄出来 呈现出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就非常好 那我补充一下行为科学这一边 那行为科学这一边经常会有一些 比方说用脑坡记录的方式 或者是用MRI来做记录的方式 或者是Functional Near来做记录 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他就是一个用脑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实验记录的一个样貌 然后他脑坡会在大脑里面不同的地区 他会呈现他的强度 在每一个不同的测试 不管是控制组的测试 或者实验组的测试之后 他所记录出来的脑坡的一个样态 他就准确地呈现在这个地方 事后再去做一些统计分析方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清楚说 的确是经过这样的一连串的实验方法以后 所得到的实际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有图有真相 对 简单再看一下这一组同学的这个做法 因为他们在研究扁虫的这个消化系统 然后要看他里面怎么样把食物怎么样 从这一端送到那一端 或是从那端送过来 所以他有一个时间性的改变 那他们就把很精准的把这一些改变 每隔一段时间的这个影像通通都列在上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在检查的时候 就会看到说同学他的记录是非常详细的 没错 我们透过这些影像图像 其实可以反映出不只是同学 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的一些现场的还原 就包含说他如何去设计 如何去操作 如何去进行 那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数值 把它记录下来 那也是作为他往后 不管是现阶段这个实验结果 或者是他有哪些新发现 都有可能在这里面去做这个呈现 方家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同学是收集了人的脑波的实验 那的确我们在行为与社会科学里面 会看到很多同学 他们可能去收集一些有受访者 无论是收集他们脑波的资料或者是问卷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回来以后 他们要如何再把那个实验的过程记录在实验记录本里面呢 这部分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只要你跟人的研究有关的话 一定要送人体试验委员会 或者是社会科学试验委员会来做审议 那审议通过了以后才能够做相关的研究 不管是问卷的调查 或者是人的一些的相关的研究等等 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审议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收集这些资讯里面 除了用科学的方法 比方说脑波 眼动仪 或者是一些MRI的方式去测脑部的相关活性 来验证这些认知科学的理论之外 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用问卷 那问卷的设计事实上就非常重要 在问卷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确认你这个问卷的性度跟效度这部分 那什么是所谓的性度 就是你所使用的工具的正确性 是不是使用正确的工具来量测 你要量测的这个事件 这是第一个部分 效度的部分就是你所得到的 这一些的数据的准确性 或者是能够真正反映出 你要研究的这个性质的本质 这部分必须要把它呈现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你有一个把 把的把心是你要问的问题 但是你的子弹是散射在这个把的四周 那这就是既没有性度又没有效度 那你假如是集中在把的一端 但是没有在中心的位置 就是不是你要真正要量测的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话 这个就是有性度但是没有效度 最好的方式就是既有性度又有效度 所以在问卷设计上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那老师如果我们是在进行这些 跟人类有关的研究啊 除了问卷之外 我们在测量他一些脑部或收集一些相关的数值的时候 我们在实验记录上面是不是也要去特别去注记一下说可能他受试的环境 或者是他接受我们这些种种的条件等等呢 这个部分其实跟生物的一些相关的研究事实上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你以人当作一个受试者的话 所有的这个环境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 比方说你在测试脑坡的时候 在一个实验的测试里面突然间发生了地震或声响 那这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实验的研究成果 所以在实验记录本上你就要明确的标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最后的结果要不要把它纳到你最后的研究成果里面 这部分就要有所考量 哦原来如此 对啊我们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 难免会受到出乎意料的一些事件发生 那实验记录它其实就是为了要把这些过程的详实的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应该也都要把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得记录下来 无论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或引导我们往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去做发想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谢谢老师 在科展的专题研究里面呢 除了基础科学 他们会在实验室里面操作实验记录数据之外 那我们也会看到了有一些比较属于应用科学的范畴 像是电脑资讯呢 还有工程学科 那他们呢可能会制作一些有实体的东西 或者是走到系统里面去进行一些程式的运算 那在这样子实践的进行过程中 所得到的数据或所设计的实验 那它的方向可能就跟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所操作的一些基础科学的实验不大一样了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谎言老师 还有中某老师 就与我们来谈一下 在电脑以及工程学科里面 这些实验记录会怎么样进行 那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 我们在工程学或者在电脑科学里面 所看到学生的实验记录本 因为他们有时候是设计一个实体的东西出来 或者是去做一些程式的编写 那可能就会有些他们的设计图 或者是一些程式码在里面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那后续呢再去针对这些设计 或者是这些程式码去做一些修正 然后去做测试 那想要问一下老师 在这样子一个过程中 他们的实验记录要怎么呈现呢 是实验得到的程式码或者是设计图 就一直贴在实验记录本里面 还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呢 好我想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关于工程的部分 常常是从无到有 然后做出一个样品出来 那这个样品因为从无到有 所以可能需要先画一个设计图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个是关于火箭推进的设计图 当然一开始在实验记录本上面的设计图 有点像这样子 但是不会像这么漂亮 因为开始的设计图总是用手画的 这个跟所有的实验记录不一样 通常是随时把你的创意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开始的时候用手画 一直到比较确认它的完整的形式之后 再用画图的软体去把它画出来 好那有了一个设计图之后 可能你需要找出一些参数 所以上面有标了很多参数 这些参数可能会有一些原理的推导 那这个也会表达在你的实验记录部里面 让自己或者是未来 要看这个实验记录部的人 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设计里面是什么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从推导公式之后 有开始做一些数值的模拟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 它可能会用程式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想办法去把它预期可能的结果 去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像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斡旋注入的方式的一个火箭推进器的设计 所以它就用一个数值模拟的软体 来做这样子的流体力学的模拟 那刚才有讲到可能会有一些程式码 在这个地方因为是应用的程式 所以它的程式码不完全很重要 比较重要的是它模拟的结果 所以它这边有呈现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它的流体的 包括流速啊强度之类的 这个是会建立模型之后 会把这样子的结果记录下来 那之后就会开始真正去做一个实际上面的系统或元件 那像这边就是建立一个实际的元件 然后在一个实验室的环境里面去点火 然后点火了之后 它会就是因为是推进器嘛 它会喷出这个火焰出来 然后可以从它的火焰记录它的特性或行为 那像这个图里面 它就要表示在不同的注入方法里面 它的火焰表现不一样 那当然像这样的记录 第一个是必须要有相当适合的设备来做拍摄 然后让它能够清楚的记录到 比如说像它的火焰的形式就跟传统的很不一样 那借着这个来说明它的原理设计 可以导致它可能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实验记录里面 如果只有做模拟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看起来是说我把事情做到 但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最重要的不是说我只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我通常还需要告诉人家 我这件事情做多好 所以通常你要变动一些参数 所以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你会变动不同的参数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是关键参数 比如说它的影响会对结果差异很大 有一些是非关键参数 所以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会把实验的结果 变动的参数的结果 去把它描述出来 当然这里再次强调 通常的实验记录里面都是随手做记录 所以原来画的图可能不会这么漂亮 但是做完这些数据之后 也许是一个表格 最后你需要用一个图示的方法来告诉人家 趋势是什么 所以这个边上面显示的是用不同的曲线去做 那个所谓的数据拟合 就是让它可以看到它随着这个数据变化的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有些变动比较小 有些变动比较大 这个曲线也是经过一些参数的调整 比如说先用线性的曲线模拟 后来用二次曲线去做模拟 最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拟合的公式 然后告诉人家这些参数的变化 对它物理性质的影响 哪些是关键的参数 最后才会得到一个最佳的数据 听谎言老师这样讲 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工程的科展专题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前面先模拟的阶段 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电脑程式 或者是软体所跑出来的结果 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实验记录的一部分 你当然应该都要把它记录在实验记录本里面 那透过这些拟合的结果之后呢 我们有机会再去做一个实际的东西出来 那当我们做出这个实际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一些物理数值 或者是它所有一些表现 不管是量或者是我们数值上的变化 也是我们记录的一个重点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设计一些参数 或者说我们改变哪些条件 让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那最终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些不同的测试 找到它在不同条件下最能优化 或者最佳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这些过程中 无论是我们优化了哪些条件 或者是它产生出来什么数据 我们应该都要把它详实的记录下来 是 那这样子进行一个工程实验 的确是还蛮工程浩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一下中某老师这边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 在工程里面就有会设计到一些程式码的撰写 那相信在电脑资讯科里面又有更多的程式码 或者是一些软体涉及在里面 那同学他们在进行电脑科的专题研究的时候 里面的实验记录本看起来就是 满满的程式码吗 或者是我们会希望说它有哪些撰写的重点 是 借这个机会跟所有想要进行科展的同学 呼吁一下 这个我们的实验日识并不是要把程式码 就直接贴在上面 毕竟各位同学也应该知道说 这个程式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 就要如同刚刚华妍老师所说的 从第一版我们进行了一些模拟 或进行了一些修改 然后再到下一版 下一版再进行一些实验 可能有不近人意的地方 或许有哪些有疏忽的地方 我们又再修改了我们的程式 所以程式码的贴在实验日识上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像刚刚华妍老师所说的 我们从一个题目的发想 到如何去解决这个题目 我们一定是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是必须把它记录下来的 因为毕竟有时候会回过头去 我是不是有想过要如何来进行我这个题目 所以这些的记录可以在像有些同学 就会用一个研究进度的规划本 有点比较是简报的方式在做记录 像这位同学在他已经获选要出国代表之后 那我们进来来协助他 把他的科展的题目做得更好的时候 他就一五一十的把它记录下来 从他被要求要做哪些测试 需要来进行的就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而不是我想到什么我就来做什么 做完就把它贴出来 这是有一些规划的 那有了这些规划 每一个步骤怎么在进行的 像比如说在我们资讯这边 现在很多同学会去做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题目 那machine learning 很多同学就会去找既有的一些模型来使用 靠这些模型 使用不同的参数 所以这些也应该要记录下来 否则我们最后只看到结果 那评审来问说 那你怎么产生这些结果的时候 就会讲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我们所采用的模型也是非常重要 应该要记下来的 那当然就是实验的部分 实验到底采用了哪些参数 而产生了这些结果 这些结果可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那你怎么去评估这些结果的好坏 那就要回到说做的这个主题 在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都是怎么去评量的 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我看到有些同学最后就是告诉我说 我这样子做了以后 我的正确辨识率有90% 但是光是这个数字是不够的 我们在做实验要知道的通常都不只是说 你哪一部分做得好 我们要去知道说哪一部分做得不够好 那为什么会不够好 那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善它 所以像做machine learning 里面 我们会有所谓的混淆的矩阵 confusion matrix 这个是应该 大家都应该要提供出来的一些数据 那另外呢 也会有像precision record F1 score 等等的 这些在评量我们实验的好坏 这些是有既定的公式 同学应该要了解 然后把这些结果要记录在 你的这个实验日子里面 那你可能会做很多次不同的实验 依据不同的参数 依据上次实验的结果 发现哪些做得不够好 去调整了你的程式 那这些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再次实验的结果 可以开始去做一些比较 所以我想实验日子 绝对不是只是程式码的呈现 尤其往往这些程式码都会很长 怎么贴近实验日子的话 是不太需要的 我们反而希望看到的 或同学需要做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做了以后 有什么样实验的结果 那从这个实验结果 又去做了什么样的改善 然后导致会有后面的一些 不同的成果的呈现 所以像这一本就是一个 以简报的方式在呈现 那当然也有同学是从一开始 就像用这样的一个实验的日子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不是全部都要用打字的 我们一开始用手写的 我预计要做这些事情 我预计我的电脑的配备 是怎么样的等级 那我预计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实验 那这些就开始规划 像这个是一个它的规划的 一个filter的一个图 它打算要这样子做 那这做的结果 看是理想不理想 最后假如要呈现在海报上的时候 那当然就要用电脑绘图的方式 再把它呈现过 所以从这一份实验日子 大家可以看到说 并不是等我都做完了 我再开始回想 然后开始用电脑把它打字出来 把它做得非常的漂亮 不需要 我们应该是从构想 就开始要把它做一些记录 那这里面 各位就会看到 并没有程式码在这里面 但是会看到的是有流程图 会有演算法 甚至会有哪些 我线论你的模型 有被使用 甚至一些公式的推导等等的 就是整个实验 整个project的进行 跟实验的进行 都应该要把它给记录下来 谢谢中某老师 其实这个过程中 就是把它所有的历程给记录下来 当然老师比较重视的是在于学生 如何发想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这些实验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些实验以后产出了程式码有多少 但老师看说我今天做了多少事情 而是很重视说这些过程中的脉络是什么 我相信这些也是很帮助同学说我今天虽然一开始有规划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或者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可能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又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 或者是意料之外的突破 这样子一个记录 把它做得很完善以后 也可以方便自己往后去回顾说我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 或者在这一个方面我还可以再继续做一些延伸 这些也都是实验记录本应该要给予我们的一些帮助 关于实验记录我借用这本实验记录本做一点补充 这一本是一本还算就是标准的实验记录本 它基本上是就是胶装的不是活跃 那活跃的差异是活跃通常可以插入任何的资料在里面 那实验记录本的精神是如实记录 最好是当天做记录 所以如实记录当天做记录 通常在实验记录本上面必须要有日期 就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做 那通常在比较标准的实验记录本里面 可能还会有一个签名的地方 就是这一天是谁做这个实验 然后这个实验在哪一天做完 如果有一个主题最好就是这一天做了什么实验 那总共的结果是在底下这边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实验记录本 其实是一天一天的接着写下去的 所以如果是活跃的话 那我可以在任何的时间插入任何后面做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不对的 假设你以后要去拿这个实验记录本 当成你专利申请的依据 或者是你要去当成你申请奖项 比如说拿诺贝尔奖的依据 就是其他竞争者可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做完这个结果 那那个争议就会在你如果可以随时插入新的资料的话 这份实验记录本就是会被质疑的 所以照理来说比较严格的实验记录本是今天做完 比如说这个是1月20号 做完到这边为止 底下应该划掉写以下空吧 那这样子就保证后面的 也是都没有新的结果可以加进来的 那有一些是必须要做就是签名 最好是每天签名 那像上面有图改的 照理来说应该要签名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有一些附加的就是数据 或者是结果可能是另外制图做出来的 那这个在做电脑或者是做尤其是数据的结果 很多都会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会有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 是那这个也可能是后来贴上去的 所以通常在这个贴上去的时候 要在其逢的地方要做签名 并且要签上日期 那最好有见证者可以帮你做签名 签上日期 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实验记录部通常的做法 老师这个重点提醒的很好 因为很多科学实验的发现 对于自己或自己的团队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会涉及到奖项或者一些专利的发表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就很重要了 可能你就真的比他早那么一天 也是有可能的 那些实验记录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证据 大家往后再进行这些科学研究的话 也可以记得这些重点 谢谢老师 听完了那么多各个学科里面 他们实验记录的一些重点 但是近年来 有些同学以及老师 他们在进行实验记录的退整呈现 还有制作的时候也有遇到一些问题 在这边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文献老师 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来如何面对以及处理 首先老师们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是 实验记录一定要是纸本吗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实验记录 我们希望它是以交装不要抽换的形式 这样子大家才能完整而且详实的把每一个过程记录下来 那它在纸本的用意是什么呢 其实实验记录是给自己看的 不是给评审看的 不是因为评审要看你才做实验记录 实验记录其实是引导你实验设计的过程 引导你记载下你这个实验发展的过程是什么 还有一个特别功能是告诉你 我下一次应该做什么实验 是不是说一定要踩统一格式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踩统一格式 只要你能够把你的科学实验 跟你的思路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 那用纸本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随时可以再拿出来再看 拿出来再写 戴在身上的话 我也可以翻一下 就可以随时看 也许你两天前做个实验 你现在在车上的时候 你突然会想到什么 你也可以稍微记录一下 所以这个是书本有它的方便 好 老师那其实很多同学呢 他们现在已经比较倾向于使用一些电子产品 来做他们的一些记录 不管是数据的整理或者是一些想法的统整 那如果他们今天倾向使用电子产品来做这些实验记录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格式上面有哪些要请他们留意的重点呢 这个电子产品利用来当做实验记录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期 你要反映出你的研究的过程 研究的实验的进展跟你的思路 所以假设说你今天再回去看三天前做的实验 你觉得他的想法不是很完善的话 你不是要把它删除式的 你要做个记号 你再把今天的日期写上去 把新的想法写在上面 仍然以前的这个想法还是保留住的 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两天以后搞不好你会回到以前的想法去做的 所以电子产不是用顶利不是用删除式的 而是做个记号 说我的想法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样子就其实没有所谓电子产跟纸本 那纸本我一直想要强调 纸本有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粘贴在上面 那你自然日期就会渐进式的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翻页 拿出来写东西上去 有它的方便性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记录 纸本也好或者是电子也好 我们其实都是希望同学说 把这个连续的一个实验过程 详实的给记录下来 是 透过今天的影片 我们可以发现到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 实验记录其实不管对于学生自己 或者对于指导老师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详实过程的记录 它不仅是验证了我们的科学探索的一个真实性 而且也是建立我们去进行一些研究成果的关键证据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过程中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汇整出 我们对科学的一些想法以及建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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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